Hello this is Beijing Daily Treasure Hunting Channel I'm Beijing Daily 大家好 这里是北京大业淘宝剧频道 我是北京大业 Today is Saturday January 23rd 2021 今天是2021年1月23号星期六 Let's see what I bought today 让我看一下今天都买的那些东西 第一个是一个纪念品 Apollo 11 It was made 1969 这是1969年阿波罗登月的一个纪念品 Limited Edition 这个纪念品是限量版的 The released 50,000 This souvenir The number is 1759 这个限量版呢 是1969年阿波罗11 登月的一个纪念品 这个限量版一共是发行了5万个 这个是1759号 上面有一只鹰 上面有一只鹰 上面有一只鹰啊 降落在月球上 American angel landed moon This is $1 This is $1 这个东西我付了1美元 OK Next,puter 这是一个锡的金属方形盘子 付了亿美元 最初这个是标了三美元 我没法安 鲜得贵 后来经过很长一点时间吧 他们就把加价改了 改成亿美元了 我觉得这道挺合适的 给它买下来了 Next Crystal Very beautiful crystal The brand is American Brilliant It is a cream and sugar crystal ball 这个品牌呢 是American Brilliant 这是美国非常大的一个品牌 它做的这个Crystal呢 这个水晶啊 都比较贵 都比较贵 这是一个成这个奶油的碗 成奶油的碗 Deep cut crystal I just paid six dollars for me a little bit of expensive sever days ago I bought another crystal looks like that I just paid two dollars 这个水晶 这个水晶这个碗呢 我付了六美元 对我来讲相对可能有点贵 但是因为它的品牌特别大 而且呢 是一个非常新的 就是保存的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东西 我还是决定给它买了 前几天呢 买了一个 跟它就是同样一个品牌 跟它有点类似的 只花了两美元 但是呢 当时买的时候也犹虑一下 那个两美元买的 这活要花六美元 可是大家想啊 这个不可能天天 天上掉馅饼 那两美元是你自己赚的啊 那已经是赚的挺多的了 就不能觉得说的 我两美元赚了以后 我就应当一美元再给它买 不能太贪了 所以呢 我觉得六美元 还是给它买下来了吧 OK Next Five Japanese Small Bowl Fifty Cent Each 下边呢 是五个 日本小碗 小瓷碗 我只付了 五十美分一个 这个小瓷碗呢 还是有品牌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品牌 这是不错的东西 我只查了一下 在香港市场 这个小瓷碗 这个二手价 需要一百港币一个 就相当于 人民币 九十块钱左右 有五个 小瓷碗 i just pay 50 cents it's very beautiful alright next a small ball it was made in france 这是一个小的一个 oh a small jar 小的这个挂这个挂呢是法国生产的很漂亮 one dollar and the second hand market nearly thirty dollars 这二手市场大概是三十美金 三十美金我花了一美元买的 这小罐还是很漂亮 milk glass jar and bore and the plates 下边呢是买了一些碗和碟子 two bows johnson brother the brand is england johnson brother 这个两个碗是英国 johnson brothers品牌的碗 质量非常好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i just pay 50 cents each 五十美金 五十美金 分一个 one Japanese plate 这也是日本的一个盘子 是什么什么窑 我现在还没确定这个是什么窑生产的 但是这个盘的质量还是挺好的 五十美金 这两个小碟子是美国生产的 我犯了一个错误 one dollar each this is very heavy the quantity is very good but the second hand market price is not very high maybe six dollars each 这个二手市场可能也就是六美金一个吧 这个盘子 这个碟子 这个碟子 and 六个英格兰的碟子 六个英格兰的碟子 Royal Herbert Crown Fan China 这个碟子呢 还是很好 就是它做工不是特别细 但是呢 这个碟子是香金碟子 香的金有很多 六个碟子呢 七美金 但是 我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碟子呢 这里有一个碟子 是坏的 就是给压裂了 所以当时呢 犹豫了一下 可是这个碟子在二手市场 应当是三十多美金一个 这个碟子是很贵的 所以 就想如果平均下来呢 比如说的这个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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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六美元 我觉得 还可以接受 所以就给它买下来了 这个碟子 这个碟子 是很贵的 这个碟子 这个碟子 是 Royal Herbert 这碟子 是 这碟子 是 碟子 是 碟子 是 碟子 这碟子 是 这碟子 是 碟子 是 碟子 这碟子 是 碟子 这碟子 是 碟子 这碟子 再来看一下 很漂亮 OK 下边最后这是一个鹰的雕塑 这个雕塑我付了四美金 它的二手市场价是270美金 这个雕塑是非常好 这个雕塑 这个雕塑 这些雕塑 这个雕塑是一部的雕塑 this number is 2045 so very good the condition is very good 。 。 这致上斧。 一断。 我买了那么多。 用它来换带。 好的这就是我所买的东西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订阅我的节目 下期我们再见